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 8月3日 星期三 一連講幾節 我們要講一下中國外交部 解放軍 已經要進行演習 要封鎖台灣三日 不過 在星期四 人家今天走了 人家知道嗎 星期二來 晚上來台灣睡一晚 明天在台灣的行程 明天在台灣走 中共要等到人家走了之後才 在台灣進行演習 才要封鎖台灣 究竟是甚麼呢 究竟是玩甚麼呢 當然 紙老虎 不過 外交部深夜召見美國駐華大使 指責華府和佩洛西 航系一氣 我們要跟大家 說說新聞 很好笑 說之前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昨天 大家也一起 分享過歡樂時刻 十幾億人 中國人 連著幾百萬香港人 連在海外的香港人 中國人 十幾億人 一齊看着 佩洛西怎麼降落台灣 大家一起網上接機 這個在大陸引起很大的震撼 震撼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豐 在8月2日深夜 奉命緊急召見美國駐華大使白恩師 代表中國政府 就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喘訪中國台灣地區 向美國 提出 嚴正交涉 以及強烈抗議 這個充滿着 矛盾 以及 與事實不符 既然 他串訪 中國台灣地區 這樣 你還抗議甚麼呢 交涉甚麼呢 他是串訪台灣地區 不受你管轄 你才要抗議 如果他真的是串訪中國台灣 既然是中國台灣是中國的地方 就不是串訪了 是不是呀 我覺得這個用詞是十分矛盾的 串訪中國台灣地區 是不可以拼這八個字的 因為要不就訪問中國台灣 要不就串訪台灣地區 不可以加中國下去 一加中國下去 證明那個地方是你的嘛 怎麼會有人 去串訪你的地方 你是反對的呢 你當然是歡迎的 謝鋒說 佩洛西務天下之大不毀 蓄意挑釁玩火 嚴重違反一國中國原則 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 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 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 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向台獨分裂勢力 發出 嚴重錯誤訊號 是不是真的 性質極其惡劣 後果極其嚴重 中方 絕不會坐視不管 剛剛說不會坐視不管的 中國解放軍 結果解放軍是不是坐視不管呢 不是 在佩洛西 今天8月3日下午我們看到他的行程 下午5點 要離開台灣 而中國的解放軍 決定了在明天 8月4日 佩洛西離開台灣的接近20個小時之後 的12點 才開始 進行 演習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人家走了你才來演習 潛似一點 你是不是好像那些電影那樣 所有壞人被主角打死了警察最後才來 打算過來領工 執訊東西 好了 謝鋒指出 美國政府必須承擔責任 一段時間以來 美方說一套做一套 不斷歪曲 篡改 虛化 途空一個中國原則 企圖越紅線 搞突破 不擇手段打台灣牌 美國政府 本應約束佩洛西示意妄為 制止佩洛西倒行逆施 卻放任縱容 學習一力 加劇台海緊張局勢 嚴重損害中美關係 動到韓系一氣 我真的笑了出來 謝鋒表示 美方必須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 中方將採取必要的措施堅決反制 中方說到做到 任何人 企圖操弄台灣問題 鬧取政治資本 只會捉藍打水一場空 幻想打台灣牌 炮製政治遺產 中將被釘在歷史的恥玉柱上面 謝鋒要求美方立即糾正錯 採取切實措施 消除佩洛西 前面說那麼多 原來是要糾正錯誤 不得錯上加錯 再次 敦促美方 停止在台灣問題上 知事挑釁 停止縱容支持台獨分裂勢力 停止以任何形式打台灣牌 搞以台制華 停止插手台灣事務 干涉中國內政 不得 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謝鋒強調 大勢不可逆 民意不可為 玩火必自焚 台灣是中國的台灣 終將回到祖國的懷抱 中國人民不怕鬼 不巨額 不信邪 任何國家 任何勢力 任何人 都不要低估中國政府和人民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堅強決心 堅定意志 以及強大能力 其實剛才我怎麼少得那麼好呢 那麼開心 就是因為之前說了那麼多 甚麼竹籃打水一場空 人家打水一場空關你甚麼事 人家撈取政治資本失敗了關你甚麼事 如果真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現在問題是人家真的會打到水回來嘛 你又不抵得人家打到水 罵到政治資本 最好笑的 是謝鋒 表示美方必須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代價 中方堅決 要採取反制措施 中方說到做到 但是 話風一轉 謝鋒要求美方立即糾正錯誤 你十我不赦 是人類的 超越人類道德底線 你天珠地滅五雷光頂 一個屈美獸即時說 要撤實採取措施 消除佩洛西處復台灣的惡劣影響 即是說有數說 你不如 你們說一些好說話行不行啊 可不可以退回我啊 我現在很生氣啊 不得錯上加錯 錯上加錯 我不錯上加錯又是怎樣的 又是怎樣的 再次敦衝美方停止在台灣問題上 支視挑釁 即是如果美方 佩洛西訪問完之後 拜登不去 那就不再挑釁了 理論上就是 佩洛西去了之後 只要拜登不去台灣訪問 那就已經沒有繼續挑釁了 即是說你們要收貨了 我想了解一下 是不是這樣就收貨了 停止縱容支持台灣分裂勢力 停止 以任何方式打台灣牌 搞以台制華 即是怎樣 之前說了那麼大 原來你們只是勸喻別人 不要再這樣刺激我了 你再刺激我我會死的 你明白嗎 我會死的 我會生氣的 我會生氣的 這樣就算了 以後 你們不准再去了 我告訴你 以後我會警告你 很嚴重警告你 剛剛 網友分享了一段影片給我 好像是半斤八兩 許冠文去到那裏 看到很多大隻佬 那個大隻佬很出名的 經常都 練得很大隻的 然後長期在澳門賭場 在蒲驚打頓 我去到蒲驚打頓 然後 那個大隻佬 不敢反抗 其實許冠文就像是中國外交部 我警告你 你不要胡來啊 警告你 再胡來 我不會客氣啊 然後被人打完之後 最後嚴重警告你 你再這樣我不客氣 誰知被人一巴掌就升到暈了 現在好 你警告我 我不再打你了 我佩洛西回到美國之後 我最多 拜登下次不去台灣 不過下次副總統賀錦麗去 國務卿下次去 只要 拜登不訪問台灣 就不是持續挑釁了 我認為可以挑釁多一兩次 所以 這一次 就這樣看中國 真的氣急敗壞 不過 我認為這條紅線 可以再往下 試一試 就像股票那樣 5元 711 電視廣播不是值得 還可以挑戰4元 4元還不是值得 還可以挑戰3元 當然 3元還可以挑戰2元 其實這個情況就像現在的中國外交部一樣 初初 說到 任何美軍飛機 在台灣降落就要打了 就要收復台灣 就要統一台灣 好了 到了之後 美國的官員不准去 不准出現台灣 美國軍機不可以在台灣 美國的兵 軍隊不可以在台灣出現 全部都做了 現在 議長又來了 是不是要等美國總統來到你們才動手呢 我想問一下 你回答我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即時提請拜登 forum 因為你們的紅線 就是一直打扔是要打的 到了拜登真的很 forum 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レ passieren 我最後要警告你們 你們以後要不要美國總統又要來 那這次算也好 下次就�滅 是不是這樣 這段時間後就可以說到底 是嗎